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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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歡迎回來《望向編輯報》的 《尋找BNO祖家移民的故事》節目 今次我是許傘 還有我們的易德台養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按讚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次回到這個話題 我看見這些疑英港人的家長一定是相當之擔心 擔心? 是的 我都可以理解得到 因為這些事情萬一發生在自己的子女身上會怎樣 我真的還未想像得到情況會怎樣 所以我自己也不太懂得應對 《何解》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易得台仰》也是我們的 《正向報》也說過好幾節 或是分析過關於美國 為何搞到舊金山那些 到處的喪屍、導遊、帳幕 到處吹大小異變 或者針筒等等 很臭的 然後有寧元扣等等 整個一環緊扣一環 搞到舊金山那些店舖、大店舖 都被搬走了 怕了你們 變成喪屍之城 就是這樣 他們都住在那裏 是嗎? 就算了 沒辦法了 怎麼辦呢? 現在是否能處理得到呢? 其實看到基本上是搞不定的那種 任由他們堆在一起就算了 像是癌細胞一樣 你怕它 有些人可能想撤掉它 就會放散去其他地方 會不會就是這樣呢? 所以較早前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加拿大也試過出現這些類似的 做一些索野飯堂 等他們跪在那裏索 然後又說不要 不要建在我附近那些 那現在就糟糕了 這種喪屍藥 簡稱 就是搞笑的 原來不知不覺 或者原來其實他們不知不覺 已經去到英國 歐 去到英國了 好恐怖啊 大哥 這些藥 那先說一下這個什麼藥 其實就是一種很普通的獸藥 是專門給大型動物 例如馬來服用的 是起到一個鎮定的作用的 小想不到有人真的拿來自己吃 嘩!吃到癲癲癲癲癲的樣子 這種風氣在美國已經傳了好一陣子 嘩!現在蔓延到英國 這樣就大劑了 我不知道BNO家長現在 懂得害怕了嗎 怕什麼呢 要不就是你住的區份 就變了喪屍之城 或者將那些喪屍 爬了過來你那個位置 一出門口 嘩!周圍都大小異辯 不要啊! 你踢他就咬你了 是不是? 夠恐怖 就算斷了肋骨 他都會繼續咬你 這個就是第一個恐怖之處 假如大吉利時 你買了房子就更糟糕了 你買那裡附近就變成喪屍屋 或者喪屍出門 你那裡就厲害了 不知怎麼搞了 不值錢但是變成景點 恭喜你 三勝遊行 這個就是第一個恐怖之處 第二個恐怖之處 這個就是最恐怖了 就是大吉利時 你的小孩子吃 小孩子吃的 真是難以想像 看到都真是驚慌 不會的 真的要考慮一下 還有注意小孩子在學校認識什麼人 不單是在學校認識人 在平時生活上認識了什麼人 可能在公園 有一個人問你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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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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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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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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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們也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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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想想也害怕 確定嚇壞嘗嘗嘗嘗 你是另一個可能性 但還有另外一點是 你是害怕同學變喪屍 或在街上遇上喪屍 他們都不知道 以為同學會在講英文 為什麼會在講這些話會難明白 以為他會說什麼口音 喪屍喪什麼 咬你的小孩 這樣就糟糕了 捉著小孩來咬 咬到全身傷 流血 你咬到也算了 之後可能我會再感染回來 可能那個人本身有什麼肝炎或其他病 接著會再感染你的小孩 那你就是欲哭無慮了 那些喪屍周身的爛肉 他們很噁心 那些爛肉一會咬傷你小孩 嚇到你 糟糕了 他的外資豈不是糟糕了 那是大領諾 你想一下也令人害怕 因為這隻東西便宜 所以他們很容易去買 為什麼擴散這麼快 那我們先說回現在 不是我們亂吹 是英國的媒體 自己也開始報導這件事 很害怕 為什麼呢 英國出現了第一件事 因為搗亂了這件事之後 就掛腦襯了 糟糕了 有人掛腦襯就是代表 已經可以形成一種風氣出來 而最可怕的就是這隻藥本身受藥 給馬吃的 英國有很多馬 跑馬的嘛 獲得這種藥很容易而已 還有那個恐怖之處是什麼呢 這個釘了蓋的人 43歲 他是去年5月的時候釘蓋的 代表什麼呢 哇 這麼久 可能已經蔓延了一年了 你害怕的 有很多啊 你想想去年已經釘蓋 即是他吃到釘蓋的話 這一年裡面 究竟那個傳播究竟是 去到怎樣呢 有多少人是潛在住 已經變了喪屍的還是怎樣呢 你想想都突然害怕 為什麼可以收藏了一年才說呢 真的嗎 因此他們的專家都說 這一種喪屍藥 出現了這個 第一個受害者的話 可能已經是英國國地 廣泛傳播 我相信已經是 早就已經廣泛傳播 第一呢 英國和美國大家那個 文化上是非常的接近 語言又一樣 大家所看的東西都是 差不多 很多時候呢 美國發生的事情 很快就被英國人學到 又或者英國發生的事情 很快就有美國人走去學 大家的交流很頻繁 亦都包括這些壞事 現在連英國都興奮這些事情 所以 BNO 父母 真的要看緊你的子女 無論在學校也好 在街上也好 萬一惹到這些壞習慣的話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真的凍了在那 到時可能你才覺得 還是覺得香港好 你自己在英國宣揚什麼 羊村 羊村那本繪本什麼 香港人 羊仔 真的呀 喪屍看到 有隻肥羊在那裡 口吃羊 撿了你也知道 可能他們看過羊村的繪本也不行了 看到這些香港來的小朋友 眼中變成羊 追著綿羊咬 你想想也令人害怕 我們看到現在那些 移英港人的 自己也在那裡說 這個應該是港媽的 他怎樣說呢 怎樣說 我曾經在這裡和大家說過 要留意英國會出現這種喪屍藥的問題 他說得像毒品那樣 剛才阿台恩也解釋了 其實是否算是一種毒品呢 這個也挺大的問號 對人來說算是毒品 沒錯 但毒物又不是啊 究竟為什麼呢 等於某程度上 像當年人們的咳藥水那樣 對呀 類似的 其實平時你也是用來紙咳的 沒理由叫你整支 好了 先說一下 美嘉就是因為這美東西 令到不少城市衰落 而我知道現在美嘉都這麼流行的話 英國之後會有 我最擔心的事 真是發生了 各位做家長的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子女 在英國交的是什麼朋友 我想大家都不想英國變成加拿大 或者美國舊金山這樣 一街喪屍、毒販、導遊、當街、泊浸、販賣、搶劫 英國不會變成這樣的 希望大家幫幫手 請問你幫到什麼 你是幫不了手 你有多少人啊 你改變不了社會現狀 你最多就只能夠看著自己的子女 不要碰到這些東西 唯一能夠做是這麼多 這種風氣 蔓延得很快 最慘就是 還有就是 英國本身 那個 賺食又不容易 又艱難 很自然的就是會尋求一些的逃避 逃避現實 你才會吃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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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著吃著就變成了 一種風氣出來 因為現實之中 就很難找到吃 雞翼就逃避現實 有些不少的人選擇 所以才會做這些東西 還有就是 其實我好幾年前 我都親眼見過那些喪屍 在新西蘭出 兩個坐在 日光日白 中午的時候 我下街 吃午飯的時候 看到他們坐在長椅 蹤蹤蹤蹤蹤 這種情況是 人會摺起來 這樣也行 超越了人體正常的形式 扭曲這樣 但又站在那裡 很搞笑 是不是 你有沒有用來按一下 我沒有理會他 我不敢按一下 他會散開 咬你那些 你想想就知道 有人會害怕 不過現在有些異英港人 他們都會在谷歌中說 其實家裡附近 有些人都會懟草 沒錯 最近德國就已經通過了 懟草合法化 這種風氣 一直會在全歐洲漫延 懟草就變成一種較輕盈的毒品 要吃些重型的就吃這些 輕盈毒品已經不再當作毒品了 所以懟草是跟普通吸煙一樣 很多時候在西人眼中 可能你聽到我們這節說到這個位置 可能你會問 英國這麼大 第一個吃到釘蓋的男人 在哪裏住家 正彩了 就是近百明漢 八明漢是香港人最多海外客人的 資業的地方 這個就先恭喜你了 究竟八明漢破產之後 會不會有些區 有些區域 會有很多 是的 昂斯永去了那些破產的區域 有些罪惡溫床的區域 不知道裡面會不會有些喪屍 其實在裡面睡著 在冷寒 會不會有陽光比較猛 所以沒有走出來 還是怎樣 這個就不得而知了 其實人們都在說 這件事就比起那些粉 就更加容易買 又說英國 就多小孩 因為小孩這麼多的話 就覺得英國的政壇 或者政府 就應該要注視這件事 還有其他類似的東西 也都說 小孩很容易買得到 因為本身這件事 其實政府經常擔心 不是毒品 不要在法律上列為毒品 它是一種售藥 一種很普通的售藥 不知道哪個小孩 不知道哪個第一個 就吃這件事 吞下肚子 然後還覺得很興奮 然後形成一種風氣 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對英國來說 現在是極逼徹地需要 管制一下這種藥品 不過能不能夠管得到呢 其實又很難 實際上 因為這種藥品 是很普通的售藥 還要是 有些異英港人 白口都很賤格 即是他會覺得 難聽些說句 真是吃這些的人 就不能夠了 那他們 瓜佬襯就由得他們 整個社會 和世界 重新洗牌 來過更好 即是他用回 那時候 光時的原理 即是說 會否搞錯 打到香港全壞了 那怎麼可以的 即是他的意思是 打壞了就打壞了 到時候我們 佔領了香港 港獨之後 我們重新建設 就行了 即是他會覺得 到時候那些人 吃完 然後那些全壞了 就可以了 他們全壞了 但是 有機會 會危害到你的 對嗎 你能搬到哪裏 就等於 像生化危機的電影 如果真是周圍都喪屍 他們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地球清招了幾多人之後 他們那些人住在地底 好像有個雪櫃 到時候 出來的時候 就不知是 扔那個解毒劑 就會沒事了 那就行了 只剩下我們的精英 就行了 太多無謂人了 哪裏可以的 你以為是看電影嗎 這些人自私自利 有些人也挺有趣的 真的 最自私就是這種人 即是覺得 他們死是他們的事 你住在那個地方 你住在英國 你希望那裏變成喪屍嗎 有些人也挺有趣的 也挺悠悠精神的 樹小弟直言 放心吧 英國不會變得 像美加那樣衰落的 因為本身經濟已經很差 以及美國本地的人 文化一般 又窮又懶 但又骯髒 所以沒得再差 這些只要到了英國生活 一段時間的人 才會感受到 你們少少少 正乞意 英國是很高級的 這個地方 但你們有這麼崇拜 特朗普又叫他救你 請問 是呀 真的呀 你最後都是 保美國人大腿 為何會這樣 真有趣 在美國的手足 窮爛污髒 這些地方 你們還在那裏流亡 有趣的 有趣的 這是什麼心態呢 一方面 壞事就看不起西人 但其實心底裏 又很崇拜西人 對比這麼強烈的心理狀態 為何會形成一個這樣的情況呢 值得去研究一下 某程度上 腦子也是中了另一種毒 有些人說我們叫什麼 什麼師毒 都差不多了 不是喪屍是什麼師 大家自己留言說吧 不如這樣吧 我們這次說這個話題 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都打從心底 但也不希望 移英港人小朋友出事 因為自己也認識了一些 朋友 小孩子 真的做了移英港人的小孩 還是怎樣 看到他們都很有趣 我們都不想被喪屍咬 或者做了喪屍 最慘就是 做了喪屍我還擔心 過了幾年之後 可能有一個死者 原來他不是英國人 原來他是拿著BNO護照 哇 這樣的新聞 出來的話 一定很轟動 最怕是怎樣 到時你也想著 趙家賢還是怎樣 而英港人在英國 百明刊 大家來試一句 兩口水說過 百明刊被喪屍咬了耳朵 那怎麼辦 這樣也嚇壞了 百明刊有人咬人咬了耳朵 然後查到他有吃這道菜 那就糟糕 我們都沒看到這樣 好嗎 今集說到這裡 祝他們好運 拜拜